传说中的妖祖、道祖、佛祖、魔祖,他们分别都指谁,谁的实力最强。 中国传说中最经常听到的,莫过于妖祖、佛祖、魔祖、道祖这些称呼,这些被称为祖的人,到底是什么人? 为什么他们会被人们在世间长河留下?难道他们真的是远古的神吗? 他们之中谁是最强的呢?下面,请大家跟着一念成佛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念成佛,带你一起修禅悟道。 在古老的神话传说中,涌现出许多风华绝代的英雄人物,他们常常被尊奉为一派之宗。 有的甚至被传送为世间的开创者,被誉为第一人,以西游记为例,众多读者深深喜爱的孙悟空,虽然曾一度横扫天下,无敌手可敌, 然而放眼那些被尊为宗师,道祖的巨拨之时,孙悟空也仅然是其中的一颗微不足道的星辰,即使是我们想象中的第一高手,如来佛祖,放在众多祖师前辈面前。 其威能也并不十分耀眼,在神话传说中涌现了众多祖师级别的人物,他们的实力曾在世间掀起滔天波澜,影响深远。 这些传奇人物中,谁的实力又是最为强悍呢? 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。 在那神秘的仙界之中,名字如雷贯耳的佛祖,无疑是众多人熟知的存在,尤其在西游记的传说中,他的实力被誉为无与伦比, 曾一掌镇压了那妖猴孙悟空的狂妄,让我们穿越神话的时空,来一探这佛祖的真实面貌。 其实,如来佛祖只是众多佛祖中的一位,虽然在西游世界中法力通天,被尊为无老之一,但他的实力也有限, 他的地位与观音菩萨平起平坐,齐名五方无老,虽然他曾主导西天取经仪式,动荡了天庭的气韵。 但终究也受着某种束缚,诸佛之间,还有三位威力非凡的存在,一堪称佛祖, 其中,两位甚至超越了如来佛祖,首先是然等古佛,他代表着过去的佛教, 其实力傲然超越了如来,而另一位,弥勒佛,则是未来的佛祖,他们同样能媲美如来的威能, 在这众多佛祖之中,最引人瞩目的,当属接引佛祖,他曾在另一个神话传说中,扮演着接引道人的角色, 乃佛教的奠基人,被誉为佛之始祖,他的实力,威能,皆令人叹为观止, 如一位开创宇宙轮回的主宰,他的光芒照耀着神话的每一个角落。 就在这些神秘的传说中,佛祖们,或者是如来,或者是然灯,又或者是接引, 共同谱写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,他们的力量与地位,在神话的长河中, 交织成绚烂多彩的篇章,永远流传在人们的心中。 在那充满争锋的西游世界,佛与道的较量,早已成为常态, 而在这佛道两大势力之间,道祖一直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存在。 道祖当之无愧的应是太上老君,在西游记的世界中,他被尊称为炼气大宗师, 其手笔涵盖了三界间几乎所有珍宝,仿佛一切宝物都源自他的桥手。 太上老君的传奇不仅仅止于此,他更是拥有神秘的九传金丹, 据传可使人长生不老,在故事中,太上老君手下的弟子, 不论是一个童子还是一个妖怪,都能引起三界的大动荡, 尤其是青牛经降临人间一世,曾以巨大的威压, 逼得如来佛祖,不得不以十八座金山,十八颗金丹沙相换, 这可见太上老君的绝世实力。 当然,也有一些流言,道祖可能是道教三清真人的代表, 在这个组合中,包括灵宝道君,原始天尊和太上老君, 在这三位真人之中,太上老君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星辰。 他的实力,神秘莫测,宛如天地的奥秘, 在那神秘莫测的西游世界中,佛道两大力量相争不休, 而太上老君作为道祖,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, 他的一举一动,皆牵动着整个神话的脉络,将他的名字, 均刻在历史的长河中,永不磨灭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念成佛,带你一起修禅悟道。 在史前的漫长岁月里,还有一位魔戒祖宗, 也屹立在开天辟地之初,他的身份扑朔迷离, 让人遐想万千,在众多传说中,有一种说法认为魔戒始祖是罗侯, 他曾与红军道祖熬战。 虽然未能取得胜利,但也堪称盖世英雄, 如果将罗侯视为魔戒始祖, 那么他的实力甚至超越了三清祖宗, 他的光辉早已熄灭在神魔大战的惨烈洗礼中, 随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魔祖, 他就是赤油,他继承了先辈的血脉, 与轩辕皇帝之间展开了惊天动地的大战, 赤油以杀戮为本能, 肆意肆虐于神州大帝, 他的实力不容小觑, 为他积攒了无数的威名。 不仅魔戒有始祖, 妖戒也有着惊人的起源, 妖族的始祖被认为是东皇太一和帝君, 两者均拥有先天制保护体, 并联手建立了威和天庭, 他们麾下还有十大妖圣和妖师昆蓬, 威势浩大, 事实上, 妖族的始祖所建立的天庭, 在实力上远胜于后来的玉皇大帝的天庭, 他们也未能逃脱神魔大战的劫难, 最终化为尘埃, 随着老一代的妖族始祖逝去, 新生代的女娲崛起, 接过了妖族的大旗, 她凭借着招妖帆的神力, 统御着天下妖族, 继续着先祖的血脉, 这个充满传奇的神话世界中, 十足与后人, 力量与荣光, 在历史的书页上一生辉, 永不磨灭, 在那传说中的众多宗族中, 每一位都扬名于天地之间, 演绎出惊天动地的传奇, 要将他们的强弱较量, 却是一场无法实现的超越时空的幻想, 毕竟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, 未曾有机会真正面对面交锋, 当我们审视这些传奇高手, 不得不先将他们分为两代, 新生代和老生代, 那么, 究竟在这两代中, 谁能被视为最强? 在新生代中, 如来佛祖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, 他的名字闪耀在西游记的篇章中, 被誉为第一高手, 而若以他与魔祖持游之间的对决为例, 毫无疑问, 持游难逃败北。 曾在远古时期, 败于轩辕皇帝之首的他, 很难战胜如来佛祖, 继而, 与女娲娘娘相比, 如来佛祖拥有深厚的功德与高超手段, 女娲娘娘则更偏向于守护大义, 她的武器尝试防御性的, 如伤和设计图, 虽然两者同属同一境界, 但笼统而言, 如来佛祖或许更为强势, 最后与道祖太上老君对比, 如来佛祖既有功德, 亦有高强手段, 从孙悟空揪住太上老君胡子的插曲来看, 太上老君似乎在西游世界中表现得比较低调, 但是, 从太上老君策动派出独角四大王逼迫如来佛祖, 以示八颗金丹沙贿赂开道的事情来看, 或许太上老君的实力也不容小觑, 紧接着, 我们踏入了那辈分悠久的老一代高手之间, 他们是传说中的尊贵存在, 三清道祖毫无疑问成就最高, 成为西游记世界中不可逾越的天花板, 若要从长辈排辈刺的角度来看, 魔界始祖罗侯无疑应该位于巅峰, 毕竟他当年与三清道祖的老师红军道人熬战, 仅仅是没有机会再次崛起, 而佛教的接引佛祖虽然创立了佛教, 但与三清道祖相比, 显然处于稍训的地位, 至于妖族的东皇太一等人, 虽然也曾与三清道祖交锋, 但他们却只是当年争锋时的过客, 只是昙花一现。 在古老的高手中, 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是三清道祖, 紧随其后的是接引佛祖, 在名次之后则排列着魔祖和妖祖, 这些名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, 因为关于神仙和妖怪的传说, 往往错综复杂, 缺乏统一的逻辑, 特别是在西汉时期的大规模宗教运动中, 各种神神鬼鬼的说法, 更是纷繁复杂, 难以一概而论, 甚至在明清交界的时代, 西游记和风神演义各自塑造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神话体系, 却又是两个不同的体系。 西游记中三清最强, 而风神演义中又多出了一个红军老祖。 但总体来看, 各个宗派的始祖中, 道祖的地位无疑是最为崇高的, 这几乎是各个小说中的共识, 至于其他高手的牌位, 或许真的只能因人而异, 毕竟神话中的争锋, 恐怕永远也无法有个定论, 这些神秘的存在, 终将被实践的封杀掩埋, 只剩下传说和记忆中的影像, 永恒而又神秘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 一念成佛, 带你一起修禅悟道。